记者吴博轩台北报导 教育部今复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 台大校长临选争议也成交点 国民党籍立委纷纷借机停管 甚至讽刺交常潘文中事报官位而卡管 让潘罕见高声怒斥 如果学术伦理都不厘清 台湾学术还有发展空间吗 台大校长今年1月临选出财经系教授 管中敏慰夏洁清校长 但随后接连爆发资讯揭露 立意回避及学术伦理等争议 使管中敏难以上任 监察院也介入清查 教育部则要求台大离清一役 才肯和订聘书 台大预计24日召开临时校务会 进行相关讨论 立委成学圣经在立院举着台子 批判文中卖力卡管 卡管无尺度 认为高教龙头这么久没校长 让人匪夷所思 更质疑先前 阳明大学校长案也遭官方卡关 后来经阳明校长临选委员会事宜 痛批教育部在校长临选立场上 对待台大及阳明的标准应一致 立委赖事保上台 则讽刺攀文中是为了保住官位 才平命卡管 而大学教授痛恨政治力介入 更再提阳明案例 要求交部也应接受台大校长临选委员会日前的决议 聘任管中民当校长 更说若之后临时校务会议 确认管中民资格无一意 要求攀文中要辞职负责 面对栏尾轮番炮轰 攀文中罕见高声直言自己不恋战 但标准一致 对于立委的指承病 不认同强调阳明校长临选的一意只有一个 这次台大则有不同的一意 包含监察院关心的管中民精职问题 甚至还有学术伦理 否认台大案有其他人干预 更高声批 如果学术伦理都不厘清 台湾学术发展还有机会吗 希望大家把台大校长的角色审慎看待 谢谢大家